有没有想过在你的生活当中建立一些很强大的一些习惯 或者呢把你每一天呢变得更加的有价值跟有意义 Alan教历史考试不会死 哈喽你好我是Alan老师 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高校习惯 让你的人生充满光芒 然后呢让这七大习惯呢把你整个人生铺天盖地的往前走的 那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呢 高校习惯对我们人生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啦 首先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向 你会发现你越努力就越迷茫 你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努力 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些习惯到底对你是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 OK那不要把那个人生啊当成偶尔化一些侥幸的一个表现而已 我们要把每一次的好都成为一个习惯 我们要让自己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呢都保持在一个卓越与优秀的一个情况上面 OK 所以呢稳定发挥呢也不会让别人对你有不一样的这个失望感啊等等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呢当一件事情不能成为你的习惯的话 你就不能稳定发挥你不能稳定发挥你就是大起大落咯不能一直这样子成功的 OK那接下来呢Alan老师要分享的东西呢就是成功人士的六大高效习惯 OK今天我会分享七个内容给大家啦 首先第一个习惯呢就是要创造自己的影响力 相信大家都知道呢现在是一个网络媒体的时代嘛 所以呢每个具有影响力的人呢他们都可以赚到比较多的钱 OK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去累积自己的一些影响力啊 包括你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啊 拍YouTube啊TikTok啊写文案啊写书啊做作品啊 还是用这个网络的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加不一样啊 到第二个东西呢 如果你在塑造你的这个习惯的时候呢 第二个你要做的东西就是追求清晰度 OK追求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 OK那我先讲一下呢这个清晰度呢分四大方面啦 就是你要走的方面啦 首先你清晰度你可以对这个目标清晰 或者对达成目标的细节清晰啦 OK首先呢通常啦我们要建立习惯的时候啦 我们要去知道这个习惯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OK 那我们里有几个部分啊 首先第一个对自己带来一些结果就是你要搞清楚 你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 你每一天一直不停的去做那件事情的结果是怎样 打个比如啊我要变成一个大帅哥我要变成六块腹肌 那我要追求的习惯一定是跟运动相关的咯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关于到社交跟你的朋友方面呢 我告诉你呢人脉就是钱脉一个呢有很多朋友的人呢 其实这个人脉资源可以帮助他们达成更加更加多的目标的 所以呢如果你自己啦想要建立更好的一个方向 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的圈子多大 怎样去社交更多朋友有没有去跟别人打招呼 有没有呢去跟大家促进感情 再来一些习惯呢你可以对于你自己的技能的一个清晰度 OK就是打个比如你今天很想学一个武术啊学舞蹈啊 你就要去追求那样的习惯哦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对于你的这个工作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啦 那对很多中学生来说他的工作就是读好书嘛 所以呢你很多的习惯可能会建立于在 你如何确保你的学业越来越好的这个份上 OK好到第三个啊 第三个点呢就是维持你的活力 OK那维持活力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力 就让自己越做事情越兴奋 让自己呢比较没有负面压力 OK那我这里呢给大家一些维持活力的三大方法 第一个呢就是学会意识性的转换 打个比如啊今天呢 你走路走路走路突然间你跌倒了 那可能你跌倒了之后你就讲啊我今天很衰啊之类的 可是如果你意识性的转换就这样 诶这个跌倒可能会呃人家讲的破财消灾啊 还是呢这个跌倒呢会带来一些启发一些启示 或者告诉你下一次不要跑这么快啊 还是穿好一点的鞋啊 呃以防万一之后跌更大的一个倒啦 所以呢很多时候天天是好天 越来越好的或者呢就是提高自己的健康素质啦 再来第四个提升的必要性 OK你要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你要去提升自己 你要怎样变得更好 OK那这个呢换言之啦 呃他的具体的活动就是叫你做反省啊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做这个年终目的啊 反省日记啊让自己越变越好的 再来第五个就是提高自己的生产力 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啊 那到底要如何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呢 具体的做法叫今日是今日弊 是去习惯性的用更短的时间去完成应该要完成的任务 先把重要的是做完 OK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八二法则嘛 就是八十二十八仙的东西影响着八十八仙的结果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让你成绩好的话 绝对不是你要花更多时间去看Facebook啊去玩game啦 更多的时间是你要怎样去想要让自己越来越好的 OK好到最后一个呢叫做勇于展现自己啦 OK第六个结果的啦 OK这个习惯呢就是说我给你的都是大方向啦 勇于展现自己有很多的方法 第一可能像Alan老师这样多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啊 多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挫折啊 就多去勇敢的去接受自己可以有的一个信念跟方向啦 OK所以呢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些方向的啦 OK那有三个点呢大家要记得切勿不要再翻啦 第一个东西叫做不要过于自责 OK第二个就是不要太过的overconfident就是过于自信过于自豪 第三个就是尽量的不要去忽略身边的所有人OK在我们建立习惯的当儿呢 你必须要知道呃你身边的人的人事物 然后去体谅他们去爱他们去了解他们 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